明顺影都开始变异了 现在明顺影可以同时遛两条狗了 一条自家的狗 一条别人家的狗 今天体验服更新 明顺影的被动回血 有了额外的生命值加成 现在她的一技能只能链接队友 并且一技能对敌人造成的触碰伤害增强了 离谱的来了 二技能变成了链接敌人 但也只能链接敌人 如果敌人在队友的附近 二技能还会自动锁敌链接敌人 你知道这对我们女孩子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以后终于可以同时遛两条狗了 三技能新增一个变态的效果 在同时链接敌人与队友的时候呢 大招的效果变成了 扣除敌人的血量 同时给队友回血 把对方的血变成队友的血 这新大招效果直接就是变成了一根数学管呢 当然如果只链接队友的话 那开大还是原来的效果 这个变异大大增强了我们姐妹的可玩性 我看以后谁还敢说我小明是个混子 然后就是其他英雄的一些改动 东方药 自上线以来好像一直在雪落从未增强过 那这次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的史诗级增强 那作为一名东方药的本命玩家 药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尴尬 我现在玩药呢都不敢出输出的 基本把把都是全漏装 特别是在跟她的姐姐近对比一下 惨不忍睹呀 出输出装板太脆了 出漏装板爆发又太低 持续输出的能力也不太足 所以这次的增强显得非常的有必要 被动回复增强 一技能伤害大幅度增强 由于东方药一技能的爆发本来就不低 这次大幅度增强之后呢 算是弥补了她其他的弱点 同学野兰漏装的东方药也有了足够的爆发力 看来策划还是不偏心的 姐弟一起都增强了 看来我喂过药要冲出江湖了 刘备三技能护盾增强 旁古二技能与三技能的伤害增强 曹操一技能伤害削弱 二技能与三技能的回复都得到了提升 戈亚基础伤害削弱 一技能冷却增加 姬小满三技能的大招伤害削弱 大招的强化效果改为结束后开始进入冷却 神兆云二技能伤害削弱 开始回血增强 王兆军被动的技能伤害削弱 被动的强化普攻伤害削弱 所以对于这些增强与削弱